TVB最辉煌的时候,无疑是80年代,涌现出来太多经典剧集,无论是古装剧还是时装剧,也无论是武侠剧还是严情剧,很多都令人难忘。 同时,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TVB当家花旦也很多,可以说群星璀璨,美女如云。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,再次回忆一下TVB在80年代的当家花旦们吧。 以郑玉玲,说到80年代TVB的当家花旦,郑玉玲是公认的一姐。 尽管她并不算是最漂亮的那个,但她是用实力说话的。 郑玉玲其实是当时香港家世的艺人,但1978年家世倒闭了,所以她才转入TVB。 凭借《网中人》、《亲情》、《鳄鱼谈》、《火凤凰》等脱颖而出。 并且,这几部剧都是与周润发进行合作,又被称最是最受欢迎的银庭情侣。 当时在TVB有一种说法是70年代看阿姐汪明泉,80年代看嘟嘟、郑玉玲。 可见,她在TVB的地位有多高,郑玉玲其实也有尝试过古装剧,如《钟无燕》、《吕四娘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等。 但显然她的时装剧更受欢迎,尤其是扮演白领丽人,那战恋的气质更是令人难忘。 她和万子良合作《流氓大亨》成为那代人的集体记忆。 1999年,郑玉玲与黄梓华合作的《男亲女爱》,曾创下TVB自制剧集的收视记录,平均47点,最高49点,而这个记录至今没被打破。 二,陈秀珠。陈秀珠是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出道,但并没有进入前三名。 可是陈秀珠长得很漂亮,所以也受到TVB的力捧。 她曾经主演众多时装剧,后来又参演古装剧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钟无燕》、《地血剑》、《雪山飞狐》等。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《笑傲江湖》中与周润发合作,她演人盈盈。 后来又接替翁美玲,与万子良出演陆小凤之凤舞九天。 那时的陈秀珠可以说是非常的红,后来又参演过《大运河》、《西游记》等剧。 2004年,陈秀珠在TVB大剧《金之玉孽》中扮演皇后再次受到关注,人气大涨。 个人情感方面有传她与石修相恋,但遭到否认。 后来又有认识房地产巨子、美籍男子、马来西亚赌王的儿子产生恋情,但均未修成正果。 最后是与一位新加坡籍的男子相恋并未婚生子。 此后她一个人独立抚养儿子陈迪嘉。 三陈玉莲,陈玉莲1977年考入TVB议员培训班,毕业后参与拍剧。 先后参演《大亨》、《风云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、《绝代双娇》、《楚留香》、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神雕侠侣》等。 其中,《天龙八部》中的王雨嫣和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小龙女成为她塑造的最经典的人物形象。 陈玉莲被人所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是她与周润发的恋爱,而且周润发还曾为她做出不理智行为而祝愿。 1983年,周润发与陈玉莲分手后,迅速与第一任妻子余安安结婚。 随后陈玉莲也闪电般地与沈殿霞介绍的商人陈超武结婚。 不过两人的婚姻都不长久,周润发与余安安结婚九个月就离婚。 而陈玉莲与陈超武的婚姻也仅维持了八年,然后离婚。 1993年,陈玉莲曾退出娱乐圈,直到2008年复出。 但时过境迁,昔日的小龙女再也没有碰到神雕侠侣这样的剧集,所以并未再次翻红。 次翁美玲,翁美玲1982年参加香港小姐选美,然后成为TVB议员。 随后,TVB准备开拍《射雕英雄传》,念向社会公开选拔黄荣的扮演者。 结果翁美玲在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,成为《理想黄荣》,凭借《射雕英雄传》,翁美玲一跃成为当红明星。 随后,她又出演《家心人》、《决战玄武门》、《楚留香之蝙蝠传奇》等剧。 1985年,她在电影《疯狂83》中扮演一位女刑警,这是她生前扮演的最后一个人物。 翁美玲1982年因拍摄《十三妹》与《汤震夜相恋》,但期间一直纷纷和和。 1985年5月14日,她疑似因感情困扰及事业压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年仅26岁,另一众影迷十分惋惜。 5.张曼玉,其实张曼玉并没在TVB待多久。 1983年,她参加港姐选美获得亚军。 84年与刘青云、蓝杰英、詹炳熙、陈柏强一起合眼画出彩虹,这是张曼玉的第一部电视剧。 之后又与梁朝伟一起出演《新扎师兄》,清晰亮丽的外表令人记忆犹新。 1985年,张曼玉与哥哥张国荣一起合眼武林世家。 随后又出演杨家将,她在其中扮演只有几个镜头的九天选女。 这之后,张曼玉重点在电影圈发展,拍出了众多口碑好又卖座的影片,甚至成为了国际影后。 六七美珍,七美珍无论古装扮相环式、时装扮相都很美。 所以,她从TVB议员培训班毕业后,受到TVB力捧。 先后有参演《新扎师兄》续集、《雪山飞狐》、杨家将、林冲、天龙神剑、大都会等剧集。 大家难忘的应该是《笑傲江湖》中的小师妹和《绝代双交》中的花月奴。 七美珍在TVB的另一个收获就是认识了苗乔伟。 两个人不仅曾在杨家将、绝代双交中扮演夫妻。 而且现实生活中也非常恩爱,堪称香港娱乐圈的模范夫妇。 后来,七美珍干脆吸引,安心在家相夫教子,很是幸福。 七刘嘉玲 刘嘉玲1983年进入TVB议员培训班。 毕业后,形象非常出众的刘嘉玲迅速受到力捧。 先后参演《新扎师兄》、《后生可畏》、《我爱依人》、《游芒大亨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杜心舞》、《黄金十年》、《义不容情》、《上海大风暴》等多部经典剧,成为TVB当家花旦之一。 不过后来,刘嘉玲转入电影圈发展,并取得不俗成绩。 与七美珍一样,刘嘉玲也是在TVB找到自己的爱情归宿。 她一早就与梁朝伟发生恋情,但直到许多年后才终于修成正果,也算好事不怕晚的代表人物。 八层华倩 曾华倩是TVB公认的大美女。 不仅容貌娇媚动人,而且身材也非常好。 况且,她性格又活泼开朗,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,包括男神梁朝伟。 但梁朝伟最终还是选择了曾华倩在TVB议员培训班的同班同学刘嘉玲。 曾华倩在TVB拍的第一部剧是《雪山飞狐》,她演苗若兰。 随后又演《新扎诗兄弟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龙婷争霸》、《鞭城浪子》、《天龙神剑》等剧,成为TVB当家花旦。 曾华倩与梁朝伟的恋情,大家都已经知道。 只是这份情还是有对曾华倩造成伤害。 随后曾华倩也有传出恋爱消息,但都无疾而终。 1996年,她与做美发用品生意的的林兆基结婚,婚后还生下一个儿子, 但最后还是以离婚收场。 如今,曾华倩虽然已经不再年轻,但依然楚楚动人,迷人风采不减当年。 九李美贤,李美贤出道的时候,TVB已经拥有多位花旦。 所以李美贤并不十分受重用。 80年代中后期,李美贤参演了《倚天屠龙记》、《书剑恩仇录》、 《绝代双交》、《连成绝》等多部剧,成为当时TVB最红的花旦之一。 在拍《倚天屠龙记》的时候,扮演赵敏的李美贤,更与梁朝伟传出绯闻,不过没有结果。 其实李美贤也有参演过许多时装剧。 如《鸣门》、《我本善良》、《人在边缘》等,但观众记住的, 却依然是她的古装造型。 2005年,李美贤与香港元朗铺王谢星赵结婚,并从此吸引。 石兰杰英,话说TVB第十二期议员培训班,真是美女如云啊。 这个班走出了曾华倩、刘嘉玲等众多美女,还有一位就是兰杰英。 人称《亮觉舞台山》。 兰杰英曾经是TVB一众小花旦当中最被看好的一位。 不仅长得好,而且气质更加出众,传说好多明星都曾追求过她。 一出道便连续出演了《画出彩虹》、《家有娇妻》、《真命天子》、《英雄故事》、《义不容情》、《盖世豪侠》、《大时代》等多部剧, 一时间可以说是独领风骚的。 可是演艺圈是个很复杂很考验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地方。 似乎这个地方更喜欢乖乖听话的艺人,而不太适合性格太过刚烈的演员。 可是恰巧,兰杰英就是个挺有性格的人。 而有性格的人又特别容易被对手抓住破绽,所以兰杰英很快被TVB雪藏。 被雪藏之后的兰杰英又愤愤不平,以至于郁郁不得志,穷困潦倒。 正是香港娱乐圈繁华背后的另一种缩写。 2018年11月3日凌晨,兰杰英被发现在家中洗手间因晕倒失臼而去世,终年55岁。 十一米雪,米雪真是那种专门为电视而生的美人。 她与刘松仁一样,是可以在有竞争关系的亚视和BTV之间来回游走, 但依然受到重用的一位女明星。 米雪出身于邵氏议员训练班,走红于家世,家世倒闭之后进入历的, 同时也为BTV拍剧,如《绝代双胶》、苏启尔等。 随后,BTV的剧集中不断有米雪的身影出现, 像《万里长情》、《宫心记》、《雪景雄心》、《唐心风暴》等等, 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。 米雪如今依然容颜不老,气质未变,被人称作是《助言有数》。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香港电视界的长青树了。